國際焦點還要來鎖定的就是 以色列是否真的準備要進軍拉法了呢 現在恐怕就等總理納坦雅胡一聲令下了 以色列人持續的對拉法空襲 又造成多人死亡 當中包含一名攝影記者 以色列的裝甲車坦克整裝待發 對進攻拉法是箭在弦上 就差總理納坦雅胡一聲令下 以軍繼續嗆聲更不斷對拉法空襲 造成至少六人死亡 還包含一名攝影記者 才八歲的小男孩再次遭遇家破人亡 以色列如果強攻拉法 怎麼安置上百萬加薩人現在全出 空拍中清晰可見的白色帳篷 就是以色列的對策 但是百萬人大逃難 勢必又是一次人道災難 世界糧食計畫署冒險用卡車運物資 而美國也正在加薩中部的 扎里姆走廊新建巨型浮動碼頭 最快估計五月初能啟用 屆時可以每天運送 一百五十輛卡車物資進加薩 但是 以軍指控哈馬斯又來亂 還進行新一波心理戰 那就是公布了一名二十三歲 以色列美國雙重國籍人質的 最新畫面 看到兒子還活著 父母是激動又心急 而且他的左手掌 已經因為被手榴彈炸傷而截肢 到底要怎麼樣 才能讓至親家人回家 以色列人質家屬 組織一次又一次的抗議 而且地點就在 以軍IDF總部前 國際間也有行動 十八國聯合施壓要以色列哈馬斯各自讓步 但現在情勢看來還有升溫趨勢 尤其是在美國 亞特蘭大的埃莫里大學 挺拔抗議示威者被警方鎖喉撂到 橡膠子彈滿天飛 還有數不清的扭打衝突 不只學生 還有校外人士湧入抗議 結果就像是一場大亂鬥 警方在埃莫里大學逮捕二十多人 這當中包含兩名教授 從美東到美西 哥大 南加大 西北大學 普林斯頓挺加薩抗議遍地開花 美國高等學府的挺拔抗議 和警方的對立是越來越嚴重 南加大被迫取消 五月十號的主要畢業典禮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更公開稱 學生都是暴徒 煽動恐怖攻擊 這話等於火上浇油 讓美國高等大學的這股挺拔學潮 燒得更旺 TVB 新聞綜合報導 一個星期前 中國大陸解放軍將航天部隊等四個單位拆分成為獨立兵種 加上近年中共當局請力發展投放各型的搖測衛星 各讓各界關注中共對於軍用偵查衛星的布局 碳空火箭越造越大 越射越遠 剛落幕的中國大陸航天日 官方展示成果 紀念太空工程布局來時路 談解放軍的衛星之前 我們還是應該要先跳出來看說 太空能力或者是衛星科技能力 基本上是一個非常非常軍民兩用的項目 所以換句話說 即便不是軍用的 它也可能會在防衛和軍事上面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除了早已在導航市場佔有一席之地的北斗衛星系統 以高解析多頻譜成像 對地觀測的高分家族和搖桿系列 也都形成一定規模 我國國防部過去就曾對此提出預警 會被一覽無遺的 不只天氣和地貌 還有軍事動態 今天對中國來講的話 他也知道太空是未來的主彈場 會變成今天 我們在所謂的太空爭霸的話 你在這裡太空這裡 你要能夠先去 能夠先掌握這個所謂的戰略 他們所謂的戰略制高點 對任何對中國有可能會潛在危險的國家 或者是他有可能要攻擊的國家 他都會應用 間諜衛星來先取得先機 個人會認為現在解放軍 他重新成立了一個 副戰區級別的航天指揮的一個部隊 由這裡來去做一個太空事務的頭管 類似美國太空軍的發展 事實上 歐美國家早已把中共的監控和監測 直接劃上等號 廣義的間諜衛星 就是將光學徵兆 電子偵察 雷達成像用於軍事用途 居高臨下 窺探或干擾 遠比海空機艦彩線 更難以防範 對台灣而言 最大的影響是 我們在各種多頻譜的 的這種應力中和隱蔽能力方面 必須要更為加強 它太空的能力不斷加強的情況之下 這方面的發展對我們而言 其實是更為急迫的 大陸侵權力拉高作戰視野 但是衛星發展和反制能力的先驅 仍非美國莫屬 英媒路透社披露 美國SpaceX公司 巨型火箭新建發射測試 獲得政府奧元 原因是未來將和國家偵察局 合作打造星盾 由數百顆具有地球成像能力的衛星 在低軌道運行 組成更強而有力的軍用偵察網絡 未來搭配AI 將行塑太空作戰全新樣貌 新年的衛星大概主要還是 以通訊以及所謂的 數位信號傳輸為主 現在星盾的部分 基本上它應該具備了 所謂的徵兆功能 也就是說它可能具備有一些 類似SARS的這個SARS雷達的這種能力 那怎麼樣去把所謂的通信地圖 訊號地圖 頻率地圖 做一個完整的分析 變成一份可以參考的情質資料 那作為不管是作戰 或者是國安的引用 這是目前應該看得到 是可能的部分 計畫如果成真 美中角力將隨著間諜衛星站 進入另一個階段 也變相逼著台灣更新情勢評估 間諜衛星的規格跟能力 我覺得在台灣來講 還沒有機會可以達到 但是我們有很多交換情資 那不管是聯俄的國際情報交換 或者是軍事情報局或國安局 或者是國安部的電燈中心 他們都會有情報交換的管道 後面再去考慮自己能夠 保護好自己到什麼程度 那避免遭受到 所謂的敵方干擾 或者是襲擊的問題 趨勢正起風 韓聯社指稱韓國軍方 也著手在2030年以前 研製發射50到60枚 衛星偵察衛星 進一步目標 是將衛星圖資更新的週期 縮短在30分鐘內 台灣國防自主當道的現在 是否也該即刻增加廣度 所謂的韌性 它是來自於多層次的能力建制 所以你需要有盟國能力 你需要有自己的能力 民間並不會說沒有這樣的能力 一定是有它的能力在 對 只是說目前國家投注的計畫 主要是在比較中大型的 衛星系統為主 如果有軍事用途的衛星 這個可能會需要看國防部 在這方面的投資規劃 科技爆發之下 衛星視野所及決定作戰先機 台灣雖然以防衛為目標 未來也不得不跳脫眼前戰場 和戰術框架 抽空思索 因應知道 TVBS新聞 徐孟傑 葉玉甫 待會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